9月3日,当红男子组合TFBOYS成员王源现身北京机场,启程飞往美国波士顿,展开他的伯克利音乐之旅,成为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名大一学生。 当天,王源含有的一小瓶头造型试人,背着双肩包,戴着黑色口罩,像是准备军训的学生,不少粉丝都感到非常惊喜,纷纷祝愿他学有所成。 而王源之后也在个人微博中发文感慨,他写道,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学习音乐,就是为了在未来能够把自己变得很好,带回更好的我,所以你们不要难过,不要哭,期待我的巡演吧。 另外,TFBOYS的另一位成员益阳千玺,在进入中戏之后仍在军训之中,9月3日,有网友晒出他的最新照片,并用扑面而来的一群黑云来做描述,此前,益阳千玺就因为军训晒黑,被拍到手上幅色差非常明显,还被网友笑称是熊猫手。 看来益阳千玺也逃不过军训晒黑的命运,但是他的脸还是一样帅气呀,黑一点也无所谓啦。 书愿他跟王源都能在大学生活中收获满满。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